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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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是能够建大功立大业的人 大多都是谦虚圆滑背形的人 凡是惹是生非 欲是坐师良机的人 必然是那些性格倔强 不肯接受他人意见的人 处是要道 不及不离 处是不宜语俗同 亦不宜语俗意 做事不宜令人厌 亦不宜令人喜 人生在世的一切言行 既不能跟一般人同流合乎 也不要自命清高 标心利益 故意与众不同 尤其是做事时 既不可以处处惹人讨厌 也不可凡事都趋意奉承 博取他人欢心 老当义壮大气返城 日寂暮而游烟霞绚烂 遂将晚而更城局芳心 古末路晚年君子 更以精神百倍 当夕阳西下时 在天空所出现的晚霞 是那么灿烂夺目 当深秋季节寒冬江时 金黄色的柑橘 却正在吐露扑鼻的芳香 所以有德君子 到了晚年 更应振作精神 奋发有为 藏才品质 郑重质卷 英地如水 虎行似地 正是他绝人世人手段处 故君子要聪明不露 才华不成 才有尖鸿任聚的力量 老鹰站在那里装睡 老虎走路装病 正是他们准备捉人吃人的手段 所以一个具有才德的君子 要做到不炫耀聪明 不显露才华 如此才能培养出 肩负重大使命的毅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少年